用谭义解恋上国语名将,金童玉女却没走到最后,她不信一语道破,要说国内体坛的帅哥美女,你可能能说出很多,但是,作为情侣关系的金童玉女并不多见,而这一对,曾被称作国内体坛颜值最高的情侣档,罗雪娟,1984年出生,16岁入选国家队,2003年在世界游泳锦标赛赛获得三枚金牌,2004年雅典奥运会, 罗雪娟夺得女子100米挖勇冠军,并发新奥运会记录,鲍春来,1983年出生,17岁夺得世青赛冠军,因此进入国家队,被看作中国语谈的明日之心,然而,在2003年下半年开始,林丹实力暴增,鲍春来也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,无法战胜林丹,被称作千年老二,2004年,鲍春来和罗雪娟 罗雪娟夺突出恋情,由于两人均有超高的颜值,和顶级的运动成绩,他们的结合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粉丝们的祝福,然而,仅一年后,两人分手,令人唏嘘不已。 至于分手原因,两人均闭口不谈,不过,罗雪娟在一个采访中透露,她喜欢强者,而事实是,罗雪娟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冠,并打破赛会记录,反观鲍春来,在羽毛球男单项目中,只不食六强,寄生于,何生亮,有人称鲍春来的千年老二之命是林丹给的,但是,深层的原因在她自己没有冠军的心, 有人说,鲍春来和罗雪娟没有走到最后,跟运动成绩无关,但是,鲍春来的父亲也说过,儿子在赛场上拿不到冠军,又怎么配得上罗雪娟,分手后,罗雪娟公开付出两次恋情,而鲍春来在未公开承认过有女朋友,两人的失业也渐行渐远,罗雪娟仍坚守在体育行业,继续为中国游泳做着贡献,而鲍春来则转向娱乐圈, 成为一人,曾经中国体坛颜值最高的金铜玉女,似乎在无交集。